从现场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大陆的科技围堵 在华为去年推出了新环手机Mac60 Pro 当时呢引发了市场的轰动 就被视为是取得美国的这个科技围堵的一个重大突破之后 但现在美国政府可能又会有新招了 因为这是根据外媒的报道 拜登政府目前正在考虑将多家和华为有关联的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公司列入黑名单 这是根据外媒彭博社的报道 这个举动呢将会标志美国企图要围堵和遏止中国大陆的人工智慧AI 以及半导体的行动再次升级 但是尽管华为是遭到美国制裁 还是有所研发的进展的 根据这项禁令呢 可能就是因为要针对一些被华为收购或者是新建的晶片 制造设备设下的禁令 而知情人士现在透露 但是目前拜登政府是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 好而现在呢当然美国他们自己也是要加大 为他们自己的这个晶片供应产供应链 白宫在20号组公布说会投入将近200亿美元的补贴 以及贷款支持晶片大厂英特尔在美国扩厂 而这也是拜登根据晶片法发出的最大逼补助 我会认为了新建设的新建设备和新建设备的新建设备 白宫也在声明当中进一步指出根据晶片法 已经和英特尔达成提供85亿美元的直接资金 还有这个110亿美元的贷款初步协议 将会挨注在扩厂以及建厂的相关的业务 另外英特尔也进一步计划要将俄亥俄州首府的哥伦布 附近的空地打造成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智慧AI 晶片制造工厂 好另外来关注的是财经消息 这是美国联准会在21号结束了年度第二场决策会议 官员们现在一致决议 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保持在5.25%到5.5%之间 也就是一如市场预期 现在联准会决定利率不变 联准会现在决议维持利率不变 安抚投资人的不安情绪 当然现在美股三大棋子在台湾时间 今天收盘都是创下了新高 包括了道琼工业指数上涨401.37点 涨幅是高达了1.03% 指数收在39512.13点 标普500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 同样也都是收红纳指的涨幅 更是高达了1.25% 好持续来聚焦是中国大陆现在展开的是外交公式 这是澳洲总理爱班尼斯周三的时候 在坎培拉这边会见大陆外长王毅 路透社现在就进一步分析了 王毅的访问标志着中澳两国的外交关系解冻 并且是逐步回文 而双方现在正在重建的是贸易关系 另外大陆官媒环球时报 现在引述专家的说法表示 中澳的关系稳定 是有利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地区稳定和平 也有利于打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战略维度 每次两次握手展现油耗 甚至相互礼让 谁先进到会议室 王毅在坎培拉会见澳洲总理 双方聚焦双边经贸关系 最新的进展就是葡萄酒案 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针对葡萄酒案和澳洲外长黄英贤的会议上 王毅说中方月底将会发布最终裁决 黄英贤也释出激紧讯号 表态澳洲寻求和中国共同管理分析 中澳纷纷释出善意 路透指出 王毅这趟出访 标志着双边外交关系解冻 凡事报道也认为 随着埃班尼斯上台 中澳已经渐渐走出 莫里森时代的死胡同 转去向好 全面逆转两国关系 尽管澳洲身为五眼联盟议员 在认知政策上 和中国存在分歧 但大陆亚太学者认为 透过对话管控分歧 也可以给盲目追随 美国的国家一些提醒 且随着澳洲对中态度软化 中澳关系改善 也有利于打破美国 对中战略维度 记者先还有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健康